市民朋友很期盼的东海龙门天圣宫 一年一度的寒冬送暖活动 今年是在铁花新聚落扩大举行 号召台东在地社福单位及美食商家共同响应 将所得10%捐助公益 更设置了拔杯的比赛 专教保平安还有吃平安糕等等 吸引了不少民众前往参加 拔杯专教底吃平安糕 为的就是在新的一年祈求妈祖保佑平安 一年一度的东海龙门天圣宫寒冬送暖活动 今年度选择在铁花新聚落扩大办理 号召台东社福单位及知名商家共同响应 当日也捐出所得的10%进行公益 一年一度我们东海龙门天圣宫办的 这个岁末送暖的一个爱心活动 活动非常的多元而且非常的丰富 那有包含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妈祖的那个轿子都出来了 就是大家嫩给我它 然后有吃平安糕的一个活动 不屑名额人人皆可拔杯 只要拔出一个胜杯就可参加决赛 主办方推出拔杯拿奖金大赛 更在现场提供民众 棱叫脚送平安糕等活动 吸引老中亲三代借来同乐 爱你爱你碎莫送暖 慕爱元世级活动 主办方天圣宫针对弱势家庭 提供爱心购物原油券 现场出有台东特色料理 传统糕饼 更有DIY体验及艺整等多项服务 东海龙门天圣宫公主 也相当感谢相关单位的投入与协助 一站式构足的暖心市集 与多元活动 就是要祝福每个家庭 都能获得妈祖庇佑过好年 2020是东海龙门天圣宫 40周年的宫庆 后续也将推出一系列活动 敬请民众拭目以待 记者江碧润 台东市报道